大家好,我是谢涛 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 曹操在公元217年3月撤军了 他以前是异常好勇斗狠的 但是在赤壁之战以后 心里留下阴影了 他就开始转风格了 具体来说是欺软怕硬 对弱的像是张鲁啊 马超他们毫不留情 对强的像是孙权 刘备这样的硬骨头 他的做法就是啃两下 啃不动就算了 不过虽然他撤军了 但他依然留下了夏侯敦 带着曹仁张辽等等 一共26支军队在居朝那守着 从这个部署来看 他仍然把孙权当成目前头号敌人 手底下能打的名将 基本上都留在东南前线了 当然他回家以后不是说自己勉勉强强的和孙权打了个平手 他更愿意说孙权现在已经向自己投降了 以前用兵多次拿孙小儿没办法 但现在呢 孙权已经主动向自己投降了 这不仅仅是一次军事上的胜利 更是一次外交上的胜利 有了这两个胜利当包装 他就更有理由向上再升一格了 这一年四月回到叶城以后 汉先帝刘协非常情愿地下了一个招 让魏王操设天子惊奇 也就是宣布 曹操即日起可以用皇帝专用的惊奇 出入的规格标准和帝王一样 要实行全面戒严和倾道 规格呢 是完全提升到皇帝那个档次了 也就是说 现在的曹操与汉先帝之间的区别 除了一个帝王尊号之外 基本就没啥了 从这个角度讲 曹操还得在心里谢谢孙权呢 你这碧眼小儿 这个投降还来得真及时吗 好了 曹老大在规格上 不断向皇帝的规格靠拢 同时也得考虑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了 那就是继承人 曹操这辈子 碰到让他头疼的事非常多 但老了老了他才发现 最让他头疼的 反而是自己的家事 说是他的家务事 但实际上帝王家中无小事 曹操作为东汉帝国 现在事实上的一把手 他家的事就是国家的事 比如立太子 谁能成为魏国的太子 谁在未来就有机会取代汉宪帝 成为未来的皇帝 所以现在曹操家 他要立太子的事情 就是等于未来皇帝选举的事情 曹操这辈子 除了在战场上 日夜奋战之外 在后宫 那也是日夜拼搏的 伟人就是伟人 哪方面都伟大 他至少有十五个老婆 二十五个儿子 哎呦妈呀 儿子实在是太多了 但是太子的职位 那只有一个呀 各个虎视眈眈 竞争那是相当的激烈的 当然了 根据游戏规则 有些人是没有资格 参与这场竞争的 所以那些一出事 就丧失了参赛资格的儿子们 虽然心中不愤 但是也不得不看开点 并没有特别用力的 出来搅这个局 烫这趟浑水 只有两个人 争得你死我活的 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啊 那就是曹丕和他的弟弟曹直 而事实上 曹丕和曹直的有你无我 原因完全是在曹操自己身上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要回头好好数一数 曹操的家事 首先出场的是丁夫人 曹操的第一个老婆 哎呀 虽然是姓丁啊 可惜西夏人丁 却一点不忘 嫁给曹操很多年 却连半个儿子都没生出来 曹操一看 不妥呀 我老曹在战场上厮杀 分分钟会挂掉的 一旦挂掉 却没儿子来继承 这岂不是断子绝孙了 哪怎么成呢 必须要找一个能胜的 他很快就把眼光 瞄到了丁夫人的丫鬟 小刘身上了 把她给搞到了手 这个就是刘夫人 刘夫人虽然地位不高 出身不好 但是功劳却不小哦 一口气为曹操生下了 长子曹昂 二子曹硕 本来就应该母凭子贵 光光光的光荣的成长为 曹家地位最高的女人的 可惜啊 真是应了丫鬟命薄 这句俗语啊 生下两个孩子以后没多久 刘夫人就死了 刘氏为什么死了呢 陈寿没有给出答案 有人认为 是刘氏生那个儿子曹硕 难产而死的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说法 说刘夫人的死 很可能是丁夫人 在搞小动作 这种事情很好理解 而且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丁美女虽然号称第一夫人 是曹家妇女界的当权者 但她没儿子 很多皇后因为没有儿子 结局很悲惨 丁夫人别的水平也许不怎么样 但在这方面 看得应该很精通的 现在自己没儿子 自己原先的丫鬟 有了两个儿子 在那样的家庭里 儿子可以改变一切的 所以为了保住在曹家的地位 只能把刘夫人搞定 于是这个刘氏就完蛋了 刘氏一完蛋 曹昂就成了没妈的孩子了 于是曹操就安排丁夫人 去养这个儿子曹昂 当然这种说法呢 只是其中的一种观点 并没有始料佐证的 但我在这里唯一可以说的是 丁夫人有了儿子以后 心情是超级爽的 她真的是把这曹昂 当成自己亲生儿子来培养的 而且确实培养的非常优秀 曹操是个不知满足的人 不管是在战场上 抑或是在自己的卧房里 有了丁夫人 有了儿子 她很快又纳了一个妾 这就是辩夫人 辩夫人原先就是一个歌舞技 生于昌家 专门给人唱歌跳舞的家庭 拿现在来说 那就是娱乐世家 按说应该有很多脑残粉 誓死追随的 可是当时是汉代啊 这种家庭地位不高的 所以啊 辩夫人刚进曹家的时候啊 是没几个人能看得起的 可是偏偏这辩夫人呢 肚子很争气 是一位英雄母亲 生育能力超级强的 一口气生了曹丕 曹张 曹植 曹雄 四个儿子 这当中 除了曹雄 很早夭折之外 剩下的曹丕 曹张 曹植 各个都是风流人物 十分了得 这也为后来 辩夫人升格成为 武宣辩皇后 打下了奸使的基础 不过 在当时 丁夫人还在呢 所以辩夫人 也没想这么多 而且吧 据说辩氏进了曹家以后 七八年之后 才开始生儿子的 在这个时候 当初刘氏生的两个儿子 曹硕 很早就病死了 而曹王呢 已经顺利地 长到了十岁 这里就有个疑问了 八年时间没动静 一开始生就连生四个 辩夫人又不是一个 什么机器人 打开一个开关 就开始下蛋了 不可能嘛 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呢 为什么 头七八年生不了 后七八年 你就拼命地再生呢 也许有朋友 嘿嘿一笑 哎 这是避孕措施 做得好啊 这一点呢 您可真是想错了 曹操当时只有一个儿子 还成天待在身边的 到处征战 这是风险非常大的事情啊 事业越来越强 后代却非常担保 为了加强这个薄弱环节 他甚至还把自己的侄子 曹安民天天待在身边 当然 他没有宣布曹安民 成为自己的儿子 但曹操的打算是很明确的 如果再不生个儿子出来 那么曹安民 就会成为曹王的兄弟 双保险吗不是 只是曹操万万没想到 这个双保险 在后来争张秀的时候 一口气全爆销了 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曹操会不会主动避孕呢 他恨不得开枝散叶 到处播种呢 还避孕 生不出儿子 他想避邪才是真的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 变夫人不愿意生孩子呢 有可能 因为他知道丁夫人 在上面压着呢 如果自己生了儿子 命运会不会像当初的 刘氏一样呢 这个可真不好说 毕竟自己的地位 和当初做丫鬟出身的刘氏 太像了 所以 变夫人 情愿不情愿的 主动不主动的 去找一些药物 让自己的身体 生不了孩子 这是有可能的 但既然这么说了 更有一种可能 就是 丁夫人 也在下手脚 信别人 不如信自己 对不对 我直接让你 变夫人 生不出来了 我养大的曹昂 不就成了曹家的 唯一继承人了吗 当然 以上 都是推测 没有史料 当佐证的 但是 这些推测 在当时的环境下 并不是天方夜谭 那么好吧 既然 已经做了手脚了 变夫人 生不了了 但到后来 又放开了生呢 命上这个时候 变夫人 又不怕丁夫人了呢 其实啊 不是变夫人 怕不怕的问题 而是丁夫人 不想再坚持下去了 她已经开始 超级自信了 因为 她很快发现 自己养大的曹王 是个很优秀的同学 不但水平超高 而且人品超好 想来也是 如果她不是 人品好的话 打张秀的时候 她怎么可能 舍身救老爸呢 不但内在美啊 外在也很猛啊 剔格强悍 肌肉发达 打仗的时候 冲锋陷阵 半点问题都没有啊 那是典型的文武全才啊 这样的儿子 曹曹不喜欢就怪了 所以啊 打仗的时候啊 就常常把他带在身边 一来 是培养儿子的能力 二来 也是天天看着 心里欢喜嘛 这就是我未来的接班人 瞧瞧 大家伙都瞧瞧 好不好 猛不猛 牛不牛嘛 如果那次 争张秀的时候 曹操不是色令置婚 不计后果的 去发挥自己的 额底斯刚的恋母情结 去泡张秀家的婶子 那么 曹昂也肯定不会牺牲的 如果曹昂那个时候 不是为了救老爸 英勇献身 这个继承人 就不是问题了 可问题是 曹操是史上著名的 好色男人 看到美女 就走不动路的 哪有见到不怕的道理 好了 如果曹昂不死 历史就会另外一副模样了 之后的司马戴曹 出现劲 到底会不会实现呢 真的是可以挂一个 大大的问号了 曹昂一死 悲伤的不仅仅只有曹操 丁夫人更是彻底崩溃啊 原本想着 这已经是个蓝筹骨 牢牢地捏在自己手里了 一门心思地 指望着靠这儿子 来保住自己的下半辈子了 现在好 因为自己的老公出去偷吃 泡妞 玩出阁 玩出火 玩死了自己的儿子 这个希望就彻底成为 破裂掉的肥皂炮了 再回头看看 那个辩夫人 前前后后 四个儿子啊 一个两个 处在那儿 都是帅哥啊 水平都不低呀 除了人品武功 不如曹昂 而阴险 胜过曹昂之外 别的能力 都很出色 当曹家的接班人 绝对没问题呀 这里 已经不是双保险了 那是四保险呢 死掉一个 上一个 死掉一个 上一个 能轮四回呢 这种几率 可能性太低了嘛 所以毫无疑问 边夫人的儿子 就会成为 曹家的接班人 这样一来 自己下半辈子 还能愉快地 幸福地生活吗 血淋淋的历史 告诉丁夫人 她会活得很惨的 这么一想 丁夫人就受不了咯 于是天天拼命地哭 一看曹操就骂 骂老曹好色 好色的不计后果 好色干坏事 却让我的儿子 承担这个责任 为什么死的不是你 而是我的儿子呢 到后来的事情 之前也为大家讲过了 曹操被骂的 一来是不好意思 二来是烦不胜烦 就把丁夫人 送回老家去了 没多久 后悔了 又想把丁夫人 给请回来 可丁夫人 已经下定决心 死都不跟她走了 是真决疑 彻底 彻底分了手 其实曹操对丁夫人 还是有感情的 不管咋说 是原配嘛 所以后来曹操去世之前 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要是到了地下 紫秀问我 他老妈的事 我该怎么回答呀 这里说的紫秀 就是死去的那个儿子 曹昂的字 曹昂一死 不仅改变了丁夫人的命运 也改变了三国历史的轨迹 再往大典说 也改写了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当然 最直接的效果 就是改变了曹丕和曹植的命运 在曹操的意识里 虽然他认为汉朝已经腐朽的不堪重任了 迟早是要被取代的 不是我曹家 就是人家孙家或是刘家 但即便如此 曹操的潜意识里 他是不会当皇帝的 他不愿意背这个历史的骂名 他到死 都是以汉臣的名义去死的 但这不等于自己的儿子不当皇帝哦 他一定要让他的继承人 成为魏朝的开国皇帝 这一点很明确 他也明白 要是另一个废人当继承人 在这一个比一国粥还乱的时代里 肯定混不了两天 就会被人打翻在地 然后再踏上一只脚 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 所以在选这个继承人的时候 那个所谓的力掌力敌的惯例 就可以忽略一下了 反正曹操这么做也不是第一次了 比如选拔人才 他就是为财事举 德性这些东西 可以放在一边不考虑的 既然对人才都可以这样了 对自己儿子们的选才 为啥不能这样呢 我呀 要选一个更有人品和水平的继承人 那么 在这一大堆的儿子当中 谁是最得曹操欢心的人呢 下一次 借着为您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